系列当中来到最后一个应层 那之前我们学到的 可能都是一些软体的应用 那有些老师他可能觉得说 我又不是资讯老师 那有关于这些电脑的应用 对我来讲的可能呢 一开始学的时候会比较吃力 那我今天要来学到的这一个软体 它其实是属于呢 就算是连教学 有时候有些母女教学啦 或者是英语的教学 都可以用到的 那老师我们待会呢 一样是严选 就是找EDGO 在下方里面呢 您可以找到就是我们的Wiki站 可以 来到Wiki站之后呢 我已经把它放到我们的自由软体推荐 那这套软体呢 是由英志老师一开始介绍的 这套软体它是一个编辑呢 设计一个学习的环境 它可以学习什么呢 它可以学习一些关联 还有英文的单字 甚至是什么呢 逻辑的联想 它可以设计非常多的提醒 那今天我会举比较简单的提醒 来跟老师分享 所以老师待会您进来之后 在我们的首页 这边我们看到有一个更多的相关内容 有看到它 更多的相关内容 所以你点进去之后呢 就可以直接来到Jclick的页面 那这个地方呢 那这个地方呢 您可以看到一个文德国小的Click下载 对不起我没有切广播 对不起我没有切广播 我请 好老师不好意思我们再一次 到我们的那个 Eleco网站的下方 有看到这一个Wiki站 Wiki站 点选之后呢 在Wiki站的首页 您就可以看到这个自由软体推荐 这边有没有看到更多相关的内容 好来点进去 点进去之后呢 您就可以在这边 基本操作里面 找到一个文德国小的Jclick 所以您只要点选它 然后呢 我们把它存到桌面上 OK吗 好是屏幕切完给您 我重复一次您的动作 您可以开启浏览器 然后请帮我输入EDGO 然后Enter之后呢 它寻找的第一个 应该就是我们 看到它吗 我们之前有学到的 就是跟FiveFast有关 只要有相关 您要安装的条件 您可以进来这里面安装 好那进来之后呢 您可以利用快速搜寻的方式 找到Jclick 那目前呢 它已经安装好了 博权老师已经帮大家安装好了 所以回家的时候呢 您只要搜寻它 我们呢标记为安装 因为目前安装好了 所以它跳的是重安装 如果您家里面没有安装的话 我们点选的是标记为安装 OK吗 可以吗 好然后呢 你就按套用 它就会帮您安装起来了 那刚刚说这套软体呢 它其实是一个语言的教学软体 所以安装完之后请您到应用程式 在教育里面往下找 您就可以找到它在语言类 有没有看到Jclick 可以吗 那安装完之后呢 它一共会有三个选项 Jclick的部分 Jclick它代表的是主程式 这个是主程式 那如果说老师您有需要自己去设计 那个考题的话 我们要用的是像中间这个Jclick 然后它的那个有关于设计的部分 另外一个是有关于Jclick的报告 其实最主要的这个部分是老师 如果您设计好的题型 你要把它上传到网站上 去跟别人分享的话 您就是在最下方这个座 那如果说我一开始我可能没有网页空间 我没有办法跟别人分享 那没关系我们可以呢自己设计 然后呢透过主程式来执行 这样清楚吗 可以吗 好那所以待会呢 我们下载的这个部分 请老师呢利用我们的7dip 把它进行解压缩 解压缩到桌面上之后呢 我今天有给你范例 所以我们的Jclick里面就会有范例 OK吗 来萤幕切完 那因为老师你的电脑里面都已经安装了 所以您就不需要看到的是 我给老师的这一个资料夹 老师萤幕我切换哦 好在老师桌面上呢 这个部分资料夹点开来 您可以看到我在这里 有给老师一个demo的档案 好那所以待会呢 我们就进到教育里面的Jclick 还记得这个才是我们的主程式 所以点进来 那Jclick打开来之后呢 您可以看到是这样子的页面 它里面什么资料都没有 就只是一个这样子的页面 因此老师目前呢 他已经看到了它是英文版的 那我们目前已经要再把它中文化了 大概预计五月底的时候会完成释出 所以您今天看到的是英文版的 好所以档案里面有没有看到一个open 就是开启就当 那档案在哪里呢 在我们的桌面 所以老师待会您可以在我们的桌面里面 好在我们的桌面里面找到 老师在桌面这里 你就可以找到我们刚才的Jclick 然后点进来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一个demo 有看到吗 demo.jclick 所以帮我把它open开来 open开来之后呢 您就可以看到它里面是有资料的 OK 可以 好老师那我先把画面切完给您 您先帮我把这一个demo的档案打开来 好从来还蛮简单的 那我们首先来看到的第一个 它当然就是有一些示范啊 然后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有一些新功能 那我们今天呢 就先从简单的示范来看起 所以呢点选第一个 在这里面呢 一共有五种不同的测验方式 所以老师以后 你如果要测验小朋友的话 我们要有这五种 第一种呢 就是用来做所谓的拼图 然后有关联的文字 就是拼音那个文字 我们要例如说 你希望它拼出英文单字 你就可以就是让它输入 然后它还有其他的配对 所以一共有五种 那我们首先呢 就从第一个部分简单的看过 来第一个部分 在这里它会先告诉你说 这个功能呢 就是进来之后是要做什么用的 好那下方呢 就是每一个没有题目的部分 好所以呢 在左边我们就按下一题 好那目前呢 哎 又撑错了 好 老师我画面先来试一下 好 出所有的阻隔 然后还有一个是 应该是授隔 以及所有隔 好 所以在这里面呢 例如说第一个 呃 序它是属于哪一格 阻隔 你就把它连到这里来 可以吗 它就变成灰色的 然后这一个麦 它是属于授隔 所以就是 在这里 不是 对不起 它是那个所有隔 然后 可能是授隔 有没有 然后就它下方其实会告诉你说 这是一个有没有 需要你怎么样呢 找出两个有没有 就是字当中的那个 呃 关系可以吗 好 那老师这个部分有没有 其实你除了可以有文字以外 你还可以用念的录音录下来 让小朋友学着听 这样了解 让小朋友学着听 因为它这里面是可以加入声音档 那我待会会教你怎么加入 我现在这个demo是告诉你说 它里面可以呈现很多不同的方式 这是一个就是关联 连连看的部分 可以吗 好 那全部做完之后呢 当然他就会就可以给他一个就是 呃 那个呃就是回馈 例如说实在是太棒了 哦 这样子 好 那我们就把它做完 你就可以看一下 在这里面 好 那把它做完之后呢 这里面 然后这里给你一个very good ok吗 可以吗 好 那有的时候呢 就是我根本不知道 这一个要做什么用的 旁边这边我们看到有问号 他会告诉你说啊 他里面的那个内容是什么 这个部分都可以自己做 如果要重来的话 你可以按这一个旗子 因为有些小朋友 他记忆力很强 就是他看上一个人怎么做 他就会跟着连连连 有没有哦 那我们最怕遇到这种小朋友 就是他记忆力太强了 可是没有一个记得住的 所以下方这个他每次都会 就算你出题的时候 你的位置是摆在固定的 可是他在这里面 他是乱数在跑 这样了解 所以呢 老师不用担心说 小朋友他会去记位置 因为他每一次都会不一样 那下一题就往下跑 ok 那下方是我们的题目 那这个是其中一个 就是有关于官员的 好 那再来除了这个以外呢 目前有其他的跑不出来 因为还有那个就是拼图的方式 那我把萤幕切还给您 那我待会来教你 实际制作呢 就不在这颗一颗这里面 待会要麻烦老师请您呢 我们离开离开 好 说一下好了 待会我们就到应用程式 里面的教育 找到中间这一个 联选他 进来之后呢 您可以看到 他目前是这样一个画面 好 目前到这我等你 请老师帮我进来 那我简单的介绍一下 他的环境的部分 那老师待会你不用打字 我已经帮你把所有 需要打字的部分 我们要做好了 那这里面 他目前这一个版本 接受中文字会出错 所以待会只能用英文的 只能用英文 那我已经帮你把英文打好了 好 老师OK了吗 可以 好啊 萤幕我再切换 你不要走 这就是中间那种 用复权 这就是对吧 好 老师那萤幕我再切换 好 老师那我们待会要做的考题 在哪里呢 在我们Jclick里面 有一个试题制作 你可以点两下 这里面呢 我已经帮你把文字的部分 输入好了 那当然日后 您要自己输入 好 例如说 我在这里面呢 会有个专案名称 蓝色的字 你待会可以用复制的方式 如果你懒得法式的话 好 那我们现在要来做一个考题 叫做认识 认识什么呢 可能是认识水果 可能是认识 脸部表情 可能是认识人物 例如说爸爸妈妈啦 阿公阿嬷啦 还有什么好朋友啊之类的 OK 所以我这一个单元呢 就叫做认识 好 那我们就来看到咯 首先 我要先开一个新的专案 否则他就没有办法做 所以我就先开一个新的专案 那专案的名字是什么呢 就是刚才的这个 就是认识可以吗 然后他已经认识了 认识什么呢 好 这个部分 他待会告诉你说 我们的档案呢 就是专案名称 那这个档案呢 他会把它打包 打包好之后 未来老师 你把它存档到任何一台机器 都可以用 都可以用 那他会告诉你说 他现在目前存在哪一个位置 有看到吗 可以 好 所以你只要按OK 那我们的新专案就出现了 那针对这个专案呢 你可以告诉人家说 我现在的这个单元 内容我要教什么 好 所以内容的部分 我就告诉你 教什么呢 我们要认识表情 或者水果 或者是人的角色 所以我们就一样复制 好 接下来就贴上 可以吗 就贴上 好 我们就不用打那么多字 好 那下方 一定会有一些作者 可以吗 例如说 我未来要把这个东西 我们刚刚说 他可以丢到网路上分享 所以我会希望说 我这个地方 会有作者的名字 那作者的名字呢 我们在这里面有两个人 一个是Alice Wang 然后他会有他的联络E-mail 如果说以后 我没有有人要跟你 要这个档案 他就知道怎么联系你 好 所以呢 在这里面 一样 我们用复制的方式 好 进来这里 告诉他 我要增加一个人 这个人的名字呢 是Alice Wang 然后他的E-mail 就是Alice Wang 就是Alice Wang 如果要用这个也可以 然后去Mail 也不复制 好 那其他你有没有个人的网站啊 或者说你有什么备注说明啊 你可以在这里面输入 那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按OK 这边就会有一个Alice Wang 好 那另外还有一个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所以这边我们就只增加一个就好 那再来呢 这个Alice Wang 他可能是哪一所学校的 有没有 因为有的名字可能比较大众化 那这时候我可以备注说 我是哪一所学校的 一样 加上去 就会有学校相关的讯息 你可以把它加进来到这 然后再来这个会有一个是日期 您是哪一天建立的 他会抓系统的日期 那建立完之后 你日后再打开来之后 他永远就是这个日期 可是如果我想要修改有没有 这样你只要在这里面增加 或减少 或者编辑 可以吗 有的时候我第一次修改 我们会有版本 第一版 第二版 第三版 您可以在这边增加新的版本的日期 如果旧版本不要 可以离出 那如果说我不想增加 我也可以按编辑的方式去修改我的日期 这样OK吗 可以 好 所以呢 目前这个是有关于我们的专案 然后我们专案的内容 再来下方的部分呢 专案 我可以针对这个专案来做一个描述 例如说我现在做的这个本级是什么呢 好 那我这个是简单 所以呢 我就告诉人家我的本级是简单的 然后呢 在这里面呢 我的那个 就是国家 或者说我们的地点 那你就可以输入台湾 好 然后呢 针对于这一个部分 有没有 你需要做什么样的描述 如果有的话你就描述 如果没有的话就不描述 那语文的部分呢 例如说在这里面 有没有 我可能支援的是中文 可以吗 这个是语言的部分 那他在这里面就会增加 OK吗 好 所以这个是有关于我们专案的这一个部分的宣告 好 那老师待会呢 您就用复制的方式帮我复制上去 OK 好 所以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专案名称 专案说明 作者 还有级别 好 所以我们目前完成上半步 好来萤幕切换 载入我们待会呢 要用到的相关的资料 所以呢 萤幕我可以切换了吗 不行 可以哦 好 接下来呢 那在我们的第二个地方呢 我们的那个 呃 呃 library的部分 好 在这里面呢 他会有非常多的种类 例如说 我现在要丢进来的可能是图片档 我要丢声音档 有看到吗 他声音档有WAV有MP3有没有 就是我今天有跟老师说的 您可以用念的 然后让小朋友去读 就是去听 可以吗 好 所以在这里面也有 然后他也有蜜蜜音乐档 好 然后他也可以拍摄影片 就是让小朋友看完那个影片 有没有 然后可以就是做其他的问答 这个部分都OK 然后他也有flash的动画档 所以他支援很多 那我们如果在这里面有没有 想要一次全选 你就选所有的 那如果你现在选的是image 就是图片档 待会你就会看不到 比如说声音档啊 或其他的 那我在这里面呢 我就选择所有的 我把我待会有可能会用到的 全部都要载入 好 所以在这里面呢 我要新增一个 新增什么呢 也就是我在这里呢 待会啊 我要去抓资料在哪里 那资料在哪里呢 就是在我们的 对 看我们刚刚桌面 桌面这里面 桌面 进来 等着一口一口 好 那目前有一个PIC 就是我们的那个图片档 因为我有分资料夹 那老师您可以一次全选丢进来 我这边故意有给你什么呢 有给JPG的 有给GIF的 有给PNG的 有看到吗 我故意给你这么多 因为Open之后呢 他目前在这他会告诉你 他现在要把他copy到我们的那个 JCLICK里面 所以YES 你就让他全部call进来 他会把他call在软体的根目录下 好 所以进来之后 有看到了吗 动画的部分他就真的会动 有看到 可以哦 好那如果您要的是声音档 有没有 声音档的部分 一样我们可以加入 声音档的部分 是在我们的MIDI里面 所以老师跟刚才的动作是一样的 找到我们这里面 好 一样是在我们的桌面 然后在我们的JCLICK里面 好 MIDI里面 有看到这几首歌 看你想要用哪一首你就丢进来 Open 然后一样让他call进来 所以他就进来了 可以吗 那这个进来之后呢 待会我们在做后面设计的时候 才会有图档可以用 如果你没有把他call进来这一面的话 抱歉他待会就会没有办法做考题 可以哦 好 题目切换给老师 请老师帮我帮你要 他会要你输入那个拼图的那个名字 在这里面 不管你找哪一个拼图啊 记得给他一个就是现在要的题目 比如说我在这里面做的呢 可能是第一个我想要认识人物 所以我就输入一个people 这个就是你的考题哦 就在这一类的考题当中 你要认识的就是人物 好 OK 在这里面就会有一个people 然后一样一开始的时候 他一样会有这些就是跟我这个考题有关的说明啊 那这个我们就不再做了 再来他会有个视窗就是待会你的视窗要多大 那你可以在这边改变视窗的颜色 好 例如说我的主要就背景色 背景色我就让他灰色就好 可是前景色这一块呢 我希望他出现了 例如说是蓝色 好蓝色 好 OK 蓝色的部分 对 OK 他就帮你变色 可以吗 这个你可以决定要不要改 没有人告诉你一定要或一定不要 你自己高兴就好 再来这个地方会有一个message 首先是一开始就是我们出现在最下方 小朋友要知道你这个考题的那个考题是什么 所以我就可以在这边输入 来打个勾要不要出现 如果你没有打勾的话呢 待会考题的那个题目就不会出现 所以如果有的话呢 我们就告诉他这是一开始 一开始的讯息 这个是你完成的时候的讯息 这个是万一你做错了没有的讯息 好 所以我们就来看到 一样好老师你不用打字 我告诉你说请你怎么样呢 好 这个是拼出这一个英文单字 或说出这一个字 好那我就在这里面复制 一样哦 点进来贴上 Ctrl E贴上 好 OK 待会呢 这个地方就会出现这样的字 有没有 请你完成这个拼图 然后而且你要把这个英文单字说出来 有没有 例如说他拼出来的这个人 可能是阿公有没有 他就要把Blackfather就说出来 类似这样子 好 那完成之后呢 我要告诉他 哇 你太棒了 有没有 所以就有一个Black 告诉他你太厉害了 好 所以这个是他完成的我的拼图之后 然后呢 我要秀出来的字 好 那因为他在拼图的过程当中有错误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怎么样 让他再试一次 好 所以呢 OK 你就可以让他再试一次 有看到吗 所以这个 你可以三个都选 也可以只选第一个跟最后一个 没有人规定一定要过 不要 好 接下来重点来了 这个地方 我现在呢 要怎么去设计我的拼图 这边是我拼图的样式 有看到了吗 这边是我拼图的样式 那老师我们刚才拼图 不是有三个拼图吗 你如果待会选的跟我不一样 你待会做出来的考题 有没有 每个人的玩法就会不一样 这样了解 好 那我目前在这呢 我们就选 他有非常多个 你就可以看 那我目前选最基本的 就是方块形的 好 然后呢 图片在哪里呢 好 我就找图片 这个图片就是刚才有没有 我们从这里面丢进来的图 再了解 所以才告诉你说 一定要先丢进来 好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面找图片 图片呢 image找哪一个呢 你一定很熟悉他 有没有 好 我就故意用这个 这个图 好 做出来之后 我怎么知道 待会我们的考题 有没有符合我的需求 老师这边有没有看到一个play 可以吗 按下去 他就会告诉你 待会就是这样子 然后你就可以怎么呢 做交换 有没有 你要把它换到对的位置 如果你的符没有换到对的位置 他就不会动 有看到吗 所以你就可以用这样子交换 好 那目前因为我选的这个 他是把它放到右手边来 也就是说 请你把拼图拼到右边 所以呢 我们就在这 拼到你要的 可以吗 好 所以就在这 那下面有没有看到 这就是我刚才给你的 那个起始讯息 然后完成之后 我们看到 各位看到 好 老师那你待会 如果选的拼图 跟我的方式不一样的 我们有 有的人他是用交换 好 那有的人他是用那种 就是点两下 我们要翻译 所以每个人的玩法 就会不一样 这样OK吗 可以 所以记得老师 您在这边做 好 那做完第一个图 如果有人还想做第二个图 第三个图 那我们就再新增 有没有 OK 好 那目前到这 我等你 好 老师 您可以试一下 那 他 在我们这里面 你可以再新增 他就会有 例如说 我在这里面 可能找那个配对的 有没有 好 配对 那我在这里面呢 就告诉他 可以 一样给他一个图层 然后呢 这些我就不多说了 那我们就来这 那配对的部分一样 在这里面会有一些 就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还是用入设 好 我就告诉人家 我现在要用什么图呢 好 配对的部分 好 例如说 那个车子 OK 好 那你就可以玩玩看 那在这里面呢 你就要去找到一样的 其实它就有点类似记忆 有没有 真的是让小朋友去说 诶 当你把这个完成之后 那它是什么东西 有没有 它是什么东西 好 就类似这样子去配对 好 配 如果在这里面呢 你会发现他会告诉你说 你移动了多少次 花了多少时间 所以在这里面 你可以做配对的部分 好 好 完成了 呃 然后这边就完成了 因为我们有给他讯息 可以吗 好 那你也可以下一题 就是刚才的嘛 上一题 有没有 当你有好几题的时候 他就可以做上一题 下一题 可以吗 可以 好 那在这里呢 如果我要加上声音怎么办 刚刚我们说了 在Message的这个部分 有没有 一开始的时候啊 小朋友呢 这个地方 我希望他除了会看 还可以听到我的读音 有没有 那老师 您可以去录制 你自己的那个读音 好 那录制完之后呢 在我们这里面 你就可以加入你的声音档 加入声音档的部分 好 那在这里 例如说 呃 我目前因为我给大家的 是一笔音乐 所以我就加你一笔音乐 反正从哪里来呢 我们就刚才的嘛 好 例如说 你可能喜欢 那个桌泥丘好了 有没有 好 那我们就OK 那老师当然 你这个平常是你自己念的 例如说课文有没有 或什么的 这样了解 那我现在是因为 我是一笔音乐党 好 OK OK 那又我把它放在哪里 起始讯息 可以吗 所以呢 待会我在播的时候呢 在起始讯息的这个地方 我刚刚有看到这边有声音吗 好 您再看一次哦 好 声音出来了 有吗 就是这里 对吗 都会有声音 有听到吗 可以哦 所以如果你是那个读音的话 那就会把你的那个声音读出来 OK 好 老师那我把音乐切环 里面都做了两个 两个题目嘛 然后两个题型 OK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怎么样存档呢 好 是的 所以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我们这里面呢 有没有看到一个Safe as 可以哦 如果老师您直接存档的话 他会存到我们现在 有没有 就是根目录下面 他自己预设的 就是我们一开始 有没有 开一个新的quadget 他不是有一个路径吗 这是他自己有没有 就是预设的 但是如果我希望是我要把他打包成一个可以带来带去的档案 这时候我们要用的就是Safe as 另外存 存到哪里去呢 好 在这里面了没有 我们把它存 存到 对不起 我有按错了 再次 好 再次 好 档案 存存 直接推出 好 把它打包 我们包到哪里呢 好 预设 他这是他预设的位置 有看到吗 所以是在我们的根目录里面嘛 我说了这是他预设的部分 那我现在不要放在这 因为我可能要带到其他地方 比如说我要存到我的随身碟 那一样呢 就去找 看你要存哪里 那我现在就先把它存到我的主板 桌面好不好 所以要你们的 好桌面 那这个档名不要改哦 这个是你一开始的 装案名称 好 那我就存档了 他就会帮我把刚才有没有 我包进去用到那些档案 全部都帮你存好 那么发现 哎奇怪了怎么少那么多 我一开始不是很多吗 是的 因为我在这个视频里面 只用到这一些 这样你的视频才不会太大 这样了解 好那完毕之后呢 我就可以关掉了 那我们真正执行的部分 是不是在click里面 所以啊 下次你就到click里面 告诉人家 我们要open 有没有 刚才我们open的是demo档嘛 现在不是哦 是我自己出的考题哦 所以在哪里呢 你就去找到 例如说可能是你的随身碟 可能是你的那个 定点里面 好那你就找到 好目前这个 有看到了吗 有哦 好 open开来 这个就是你自己出的考题 这个对吧 这是不是刚才你自己出的考题 有没有 好那这个部分 ok吗 可以哦 屏幕切法 老师可以试着做看看 屏幕动画 或者从网页上抓资料 说老师不是有教过大家 要从我们的FiveHouse里面去抓资料 有没有 所以这些都可以结合 那我们今天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小时 带大家体验一下 什么是Jclick 然后呢 简单的做出一个这样子的考题 可以吗 可以哦 好那以上就是Jclick的体验 谢谢 我签了我签了 你刚没有说别人的话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诶还是有诶 奇怪